天底下又不止贺莲熙一个男人 就是 这世上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 你下次打我轻点 当然 跳两姑娘也多的是 对了 你又是信得过我 你父亲的眼睛 我可以想办法治治 你来这 怎么 不相信我那医术 你们说云那一关治不好 可不代表我也不信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自然是信得过你 只是我原先以为 你讨厌我来这儿 我是大夫 就算再讨厌的人生了病也得救 况且 我也不讨厌你 你这个人 还是男交朋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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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了吧 这些伤 好的都快差不多了 今日也没有新增的伤口 得尽快取出 凤银体内的树心 解除你们之间的姐弟 怎么了 我在想 我怎么会和凤银 因为树心而结底 明明我当初跟神术 都未结印成功 徐氏从前在凌川 你护过神术一次 缘分所致 在你未知时 神术与你结印成功 也是因为结印的关系 在你启用 连理奉献之力后 神术便以此还恩 护住了你的性命 我护住神术 小姐 请进 小姐 表姐 你身上的伤该换药了 好 你先换药 我去看看 卢子上的药熬得怎么样了 阿英 有劳你了 客气了 我去想水 你意识了吗 你去把地医学 你去找我 你去aya 小姐 他后被救伤了我陆昊胜习惯 他到底是我什么事 表姐 你身上的伤 再上两回药就好了 我不会让你溜疤的 知道 我们石英大夫 医术最厉害了 你换好药了吗 换好了 你进来吧 小石榴 你要是真的关心姨 就大大方方地告诉她 她知道的会很开心的 知道吗 嗯 去吧 石榴 姨姨 你是不是很痛 我给你呼呼 石榴 你娘亲给姨姨上了药 姨姨就不疼了 嗯 小石榴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其实姨姨才说你真的 不疼了 阿姨 我有些饿了 你去帮我拿一些吃的 好 我去拿 我娘亲一定会把你抑制好动 对啊 石榴的娘亲 您说最高明了 什么 凤云之所以会受伤 是因为跟凤云那个贱人的血亲关系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也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 是 何连心 这回我必须跟你一同去找凤云取树心 一旦凤云跟她的结底解除 我立刻求了她的狗命 不行 缺树心这件事情 得等凤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之后 与我一同坚决 为何 凤云一介女子 还能帮你对付凤云不成 照凤云与凤云的结底程度来看 凤云与树心已经完全相容 我怕 若从凤云体内强行取悔 阿渊会受到影响 我明白了 看来这一次 我又帮不上什么忙了 自从我和阿渊来到永赵 一桩桩事情接踵而来 多亏了你在医馆 帮我们照顾小石榴 都谢了 都是兄弟 还说什么谢啊 你女儿就是我女儿 以后有什么需要兄弟帮忙的 尽管听 说到帮忙 我还只有件事情需要拜托你 我听阿渊说 你之前一直帮她搜楼各种簪子 这支琵琶子 你可有见过 姑父 世子 阿沁特来感谢二位救命之人 阿渊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这簪子图我先收着 让阿胜帮忙找一下 好 世子哥哥 这簪子图 能不能让我看看 这簪子 似乎在哪儿见过 一时又想不起来 这是姑娘家带的东西 你小小年纪 能在哪儿见过啊 你能见到这簪子的地方 独半数公里